波浪亭小区位于杭州萧山的玉彩路上 采访时 徐女士的车子停在地下车库的车位上 轮子上没有锁 根据徐女士2月26号早上7点多拍的照片 当时右前轮上装着一把轮胎锁 徐女士说 车是25号停进地库的 当时她回小区放东西 停在另一个车位上 上午的9点左右 大概是到什么时候谁通知你挪车 10点35分114通知我挪车的 什么理由呢 她说我占用了别人的车位 你是什么时候把车子挪到现在这个356车位 我马上就下来了 应该是10点35至10点40分中间 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的车轮被锁了 今天早上7点10多分 那么产权它是属于开发商的 那么如果说开发商提出这个要求 物业公司根据这个产权人来做出这个 那么物业也不是说就锁了车以后 就没有开它开锁 那么接到反馈以后也及时的来开锁 徐女士先后两次停车的车位上方 都挂着写有固定车位请勿占用的牌子 而业主私家车位的牌子上 还标注了车牌号和私家车位禁止占用的文字 徐女士说当天她报了警 经过调解人员的电话协调 小区物业卸掉了轮胎锁 徐女士还提到了一个细节 2月25号她挪车之后 跟物业的保安队长通过电话 我当时就跟她说 我说我明天要上班的 然后她昨天还在电话里跟我说了 明天开始地库里面所有没买车的车位 全部都会锁地锁 我现在提醒你是为了你好 那么物业的工作人员跟您怎么解释 他们锁车这个行为呢 他们说是有人举报我 然后我需要他提供一下举报我的人的信息 因为我也不能只听他一面支持 徐女士表示 她是博朗亭小区的业主 还没有购买地下车库的车位 整个小区是2022年交付的 小区房子交付以后 地库的车位销售吗 不销售 那当时你们的停车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当时是可以随时进的 你们的车牌是否需要在物业公司登记 那个时候不需要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才有变化 应该是到二三年 上半年开始卖车位 单个车位的报价是多少 28至30家 你为什么不考虑购买一个车位呢 一来经济不允许 二来的话我觉得能租肯定是租得好 记者在小区报告栏里看到一份 小区地下车库车辆管控通知 其中提到 物业根据地产公司发来的罕见要求 对停车场到达和车辆管理做出规定 其中就有 禁止无车备的车辆驶入这一条 落款是宇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博朗亭服务中心 时间是去年9月18号 薛律师说 物业改变停车管理措施后 他每次来小区 都把车子停在小区商铺门口 这批临停车位上 25号那天 是他跟保安反复沟通 保安才打开地窟倒闸 放他的车子进去的 薛律师表示 是否购买地下车库的车位 家里还要好好商量一下 但他难以接受物业锁车的行为 我觉得现场当时你们来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已经跟那个 跟我们的那个领导汇报了 现在是只有你们项目 进入知道呢 还是说已经转达到 宇州物业杭州分公司了呢 这个我要跟他去确认一下 因为他出台了嘛 那你们这个宇州物业杭州分公司 在哪办公呢 实在不行 我赶过去一趟呗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不属于宇州物业 服务万象生活 小区一位安保主管 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 表示公司会有专人答复 记者在网上查了一下 宇州物业杭州分公司的登记地址 在西湖区双浦镇 固定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记者又联系了宇州物业总部 在华润万象生活的公司网站上 记者没有找到客服电话和其他联系方式 记者又尝试联系了华润集团深圳总部 记者又找到了华润万象生活的微信公众号 在留言中表明了采访意愿和联系方式 接着发稿 没有说到华润万象生活和宇州物业杭州分公司的正式回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